高雄甲仙国小的老师马洛山本身就是甲仙人 曾远赴美国求学 18年前为了妈妈返乡居住 也看见了家乡对于艺术和双语教育的渴求 带着美籍的先生一同投入了小学的艺术双语教育 和孩子们共同画出了属于甲仙原汁原味的故事绘本 这个是我们制作的预见大富翁 甲仙的文物与特产全收进大富翁里 边玩还边学英文 这个是芋头蛋绝 它的英文是Taro Agro 这是甲仙国小的绘本社团 孩子用画描绘家乡的点滴 指导老师是甲仙女儿马洛山 那因为在美国住了十年嘛 这中间有一大个空白吧 那就很想要趁还有机会的时候 然后能够再把它串联起来这样子 弥补离家多年的缺憾 也不舍母亲独留甲仙 2006年她与美籍丈夫返乡定居 我的父母没有问题 她的是比较老 我们也要未来 你们甲仙很多孤独老人啊 独居的啊 那我没有啊 我还有女儿 莫拉克台风后 夫妻俩投入甲仙国小的艺术双语教育 其实我们偏乡是最缺乏的 可能不是金钱 可能就是专业的人员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双语的师资 那家乡艺术的师资 对我们来讲是真的非常难得 校长坐后盾让马若珊能带着学生 尽情踏查甲仙 深跟家乡认同 还出版绘本 无聊的时候可以 可以用来表达你自己的心情 归乡艺术家马若珊带领学生 从故乡为起点 耕耘偏向孩子的自我认同 大爱新闻 陈宜珍 郑瑞萍 高雄报道